小猪佩奇和弟弟小猪乔治有了新的安全帽 首先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 首先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 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 用粉色涂小猪乔治的头部 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 用蓝色涂小猪乔治的衣服 用黄色和蓝色涂安全帽 用蓝色涂小猪乔治的衣服 用蓝色来浮出轮廓 一透明豉能体验